大家好,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微软Teams如何批次汇入同学名单 微软本身Teams它所提供的只能一次输入一个同学 那有些学校就可以先帮老师把同学名建立起来 但是有些学校呢,因为部分的原因只能由老师自己逐一把同学汇入 对老师来说真的是很无聊的工作,但是又必须做 所以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一个Refine Microsoft Teams 扩充工具 来让我们快速的批次汇入同学的名单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微软Teams它所提供的一次只能新增一个同学的资料 这篇文章其实之前已经写过,那么现在又快要开学了 重新检视一下之后发现目前Firefast已经没有办法使用 只剩下Google Chrome还有微软的Edge 原则上建议您在Edge里面使用会比较方便 因为完全不需要输入任何的文字 都是视觉化的操作就可以 你要使用这个部分的话,请记得一定要是在网页的环境之下来使用 如果说您直接开启班级Teams的连结 以我这边来讲,我把这个连结打开 它会跳出这样的提醒 请你把它按取消 改用Web应用程式的方式来打开 您就可以在浏览器里面把微软的Teams网页把它打开起来 接下来我们安装这个Refine Microsoft Teams浏览器扩充工具 首先请你打开这个网页 打开之后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下载EIP压缩档的连结 按下之后可能会要求你输入Google的账号 接下来请把这个压缩档解压到指定的资料夹 现在我们来把Edge浏览器的扩充功能打开 找到这边 扩充功能 管理扩充功能 将开发人员模式开启 在右上角会出现这三个选单 按载入解压缩 找到刚才您解压缩的资料夹 选择资料夹 这样子就可以帮我们把这个扩充工具安装完成 现在我们就可以来整理同学的名单 一般来说学校都会有数学平台或者成绩输入系统 里面都有同学名单 汇出的功能 汇出之后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同学的学号加上一个完整的Email 这个Email 位置呢可能你要自行询问一下学校的网管人员 在Excel里面呢 您可以用下面这个公式把它替换过来 这样子就OK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进入到Teams里面 来新增成员 透过刚刚扩充工具增加之后呢 其实就是帮我们增加的这个栏位 可以进行批示的汇入 那我把刚才的名单 把它汇入像这样子 按下Book import 稍等一下 它就可以批示帮我们 把所有同学一次汇入到班级里面来 好 好